那也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海報 就是說萊克多巴胺他有非常多的科學證據 在公務實驗上面 或者是在對人體的實驗上面都很有疑慮 那我們的市長也就是陳其邁市長 他本身是醫生出身 醫師出身 又是念公衛的專業 所以我相信陳其邁市長 對於我們的食品安全一定有非常專業 以及嚴格的要求 那市長也說要嚴格把關 然後吃的安心 那我們相信嚴格把關吃的安心 就是對於瘦肉精萊克多巴胺這個食材 要做最嚴格的控管 而不是做放水 或者是讓他輕鬆的流入到我們的市面上 所以我們今天辦的這個說明會 就是希望能夠做到拒絕這樣的圖珠 以及保護我們的民主 還有照顧我們的後代子孫 那我先請我們王文欣博士來做檢教的報告 好 那個各位地門小姐先生 好 各位先敬 大家好 那今天我先幫大家介紹一下王文欣博士 我們在研究院擔任博士後的研究員 也在我們深車會擔任這個工作 那之前也在高崇榮總的精神部擔任契約的職能治療師 那王文欣博士接下來要報告的這一篇 剛好是我們台灣自己的本土研究 那以我目前所看到的文獻來講 這一篇研究應該是獨一步全球的 目前萊克多巴胺最大的爭議在於說 他對人體的證據不足 因為當初調查做了一個六個人的試驗 那這六個人的試驗只做心臟方面的一些副作用 但是後來發現萊克多巴胺這類的瘦肉精 他對人體的影響是非常廣泛的 待會在文博士報告完之後 我們再跟大家稍微報告一點 但是這一篇是在2015年的學報 由我們台灣自己的專家做出來的研究 那最重要的是這裡面有包括人體的氣發 毒性的研究 還有一個是用動物的模型 因為不能用人做實驗 就是違反國體的 因為萊克多巴胺不是人的樣 所以你不能把他給我吃 所以這個也是一再的爭議說 萊克多巴胺到底不錯活動 要怎麼建立 監開建立 是怎樣 因為你就可以給人家 給人家 你就不能到違反倫理 你這個研究怎麼申請你不會通過 那六個人很勉強 為什麼只做六個人不是做六百個人 因為非常勉強才能只做六個人 這個在2012年的時候 美國的AID也承認過 因為基於倫理的關係 不能拿人做實驗 那我們台灣的專家非常厲害 不能拿人來做實驗 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人體的培養吸收 這是我們倫理的分數 那接下來這篇文獻包 現在比較專業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黃博士 來跟各位先進來做報導 謝謝 我是龍文欣 那很謝謝書醫師幫我做一個開場 那我想我身為一個女性 今天會站出來跟大家做一個科學文獻的報告 和討估 也是基於我身為一個敏感族群的一個新生 我自己有三個孩子 我們在懷孕的時候就是先放擺姬 希望她是在最優最純最好的環境下成長 那出生之後 當然也希望她能夠吃到最好的食物 在最好的環境下 然後繼續的長大成人 但是這個萊克波班受限於過去國家栽培我 成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 我拿了大稅人那麼多的錢 念到了博士學位 這個系統教了我很多科學的方法 那如果我已經知道了 卻沒有說出來 我怎麼能夠對得起培育我的國家 還有我所精心培育的像一代呢 大家都會有子子孫孫嘛 這件事情並不是說一次性就了解 所以這也是今天我會站出來 希望跟大家報告的這個 一個基本的原因和理由 那我不待會大家太多時間 我們就直接來做這個文獻的報導出 那這一篇文獻呢 其實是我們國內的抉擇 是我們先下一張好嗎 下一張 麻煩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一篇它是其實是發表在 2015年發表在這個 食物與營養研究雜誌啊 那也是我們本土的研究 好 那我想它這個時間點 大概也是為了要檢驗 我們現在設定的食品殘留 我們的萊克高班的上限是10個PPP 那這些研究學者包括了中國醫藥大學 好 還有這個宏甲大學 台中榮總 文化大學等等的學者 我想這是我們自己本土的研究 應該是值得我們所信賴 那如果我們趕快進到這一篇研究 我們看它的材料都知道它做的結論 那它其實它就是要探討這個10個PPP 對於這個 比如說人類的腎臟老鼠的腎臟細胞 還有呢一個果蠅的動物實驗的模型 來做長期效果的探討 那因為它想要探討出一個安全的劑量 那看看是不是對於人類 或者是老鼠的腎臟細胞有沒有毒性 那最後它的結論就是說 它其實真的是會降低了 這個果蠅的判斷能力 降低它的壽命 然後它的腎臟裡頭也是會比較多的結晶形成 所以對於腎臟細胞其實是非常的容易受到傷害的 那請下一張 那我們看一下圖表我們就更容易了解 它做了五個細胞株 那其實呢 它用的方法就是要存活 看看這個萊克多巴胺在不同濃度增加的情形下 細胞存活數量的多寡有沒有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測了五株12345 這個B圖的下面五株兩株細胞 一株是人類的一株是小老鼠的 很明顯的就是低於在統計上面是明顯的 是會降低這個腎上細胞的存活率的 而且在濃度上是有濃度一存的效果 也就是濃度越高 它的死亡率就會越低 它的能夠被我們偵測到存活的細胞數量就是降低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 這個我們學者也是很厲害 他們就找到了一個火銀的動物實驗 因為一個動物實驗要 比較好來操作就是它必須是增核生物 還有就是它必須這個生物的生命周期很短 然後很好培育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到它的這個實驗的成果 那這個實驗是一個火銀的腎臟結晶的動物模型 那已經有一個具體的一種容易 叫EG這種容易 它就是真的會讓火銀的腎臟產生結晶 這個就拿來當作實驗的正性的對照組 只要你給它吃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定會長結晶 那我們通常如果沒有給餵食任何的東西 沒有添加任何東西的話 其實偶爾還是有一定的比例也會產生腎臟結晶嘛 所以這樣的模型就可以了 讓我們了解一下 如果我將實力的來 去加入火銀的培養機 讓它養了20天以後 再取出它的馬氏管 它就是火銀的腎臟細胞 來在顯微星下觀察 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餵食這個必定會長的 它有非常多的結晶 那萊克多巴胺已經出現了 如果以數據化來呈現的話 跟對照組沒有餵食 跟必定會長生 這中間是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的 所以顯示萊克多巴胺真的會增加 腎臟結晶的形成這樣子 好 請下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用西用看 因為這個是 如果它不是急性中毒的效果 我們當然就要看它長期的效果 那這樣子餵食了 10ppb的萊克多巴胺在果蠅的培養機 21天以後 如果比照沒有餵食的 其實果蠅的攀爬能力是會降低的 而且這個差距是有顯著上 統計上的顯著的 所以它的結論也是覺得 所以說明了萊克多巴胺真的會讓果蠅攀爬兩公分的能力受損 下一檔 那我們也會想看長期設施之後 壽命是否會減短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說黑色的就是沒有餵食的 但是透明的這個呢 它是10ppb的萊青加入了培養機 然後養了21天以後 跟它相對照 統計的結果也是明顯的顯示了 萊克多巴胺真的會讓果蠅的壽命減少 好 那第二個部分想跟大家討論的就是這個食品安全和風險決策的倫理的問題 然後提下一張 那身為一個母親身為一個女性身為一個Sensitive group 我們很大我們就是很想到底要解說 欸這個樣的食品進入了國內的環境 到底有什麼風險 其實這個文章也不是我做 這就是我們的吳立偉在2016年的時候就跟大家分享過的這樣的一個 美國環保署的一個風險多方的原則 那其實我們就是來兩相對照一下 這一次到底國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把我們的民眾當作一個合法的夥伴來一起討論 政府有沒有小心的計劃 他要開放萊克多巴胺的瘦肉 他皮膚的成果又是怎麼樣 然後呢他有沒有認真的請聽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這些弱勢的族群女性幼兒老人 有病人的所關心的特別的事情 那這整個過程到底有沒有誠實坦白公開 而且甚至有透過發有公信力的來源 機關來跟我們做合作和協調 那有沒有滿足我們媒體的需求大家知的權利 然後他這個溝通的過程是否真誠和清楚表白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來一一來檢視一下 那為什麼需要做健康風險評估呢 其實呢這個就是我們國際社會就普遍接受 你一定要有一個風險評估的結果 可以來做你決策的工具啦 那這就是剛才我們提到 我們真的希望這些有毒的物質或病原體 就在境外就把它阻擋下來 如果他有風險的話就不要讓他進到國內來 因為你一旦進來的話就很難要管理這樣子 而且呢其實如果你做了健康風險評估 其實這是跟國際接軌的一個方式 這是一種民主決策的過程 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進入過程來討論 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啊 這也是我們這個無力為所提 當時教育我們的部分 好 請下去吧 好 那有人就會問說 哎呀 你們太多虑了吧 不是有一個什麼食品罰點嗎 這個標準就不好啦 哎 其實在WTO的這個貿易協定裡面 有一個STF的關於食品衛生 和動植物檢疫的這個措施下面的協議 他說只要有科學資訊 而且是高科學性的風險評估 並且與你各國內的管制措施都一致 也沒有影響貿易就是在像限制到最小的情形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證明國際的標準 不足以達到保護我們國民的水準 我們當然是可以制定比Codex更嚴格的標準 來保護我們這裡的土地的人民啊 那只要是會員 只要你能夠提出科學性的風險評估報告 那如果有的會員國不能認同 那麼他就是可以提到WTO去做仲裁啦 所以食品罰點只是保障的最基本 如果我們有相當的科學證據支持我們的話 我們政府大概可以定出比罰點更嚴格的標準 來保護我們啊 好 請下一張 那其實呢 食安世界在台灣也是實有所聞啊 其實在有一位法律師 他在2014年的時候也有提 提到了一個到底食品安全治理有沒有什麼重點 重心在哪裡 他的天明就是叫做 他的重心就是在風險評估這件事情 因為連法律人也是說沒有科學你就沒辦法評估 因為不是我碰頭說白話 有科學證據財源都有評估 那如果你都沒有評估你要從何管理啊 好 所以他們是將這個程序分成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和交通三個階段 那我們也可以看看這次政府 他有沒有好好做風險評估 另外現在就是一團混亂有很多的科學證據 造成現在管理上出現了多頭馬車的情形 這樣的話我也沒有看到我們陳時中部長 有來為我們做一些風險溝通的部分啊 好 請下一張 好 那因為這個風險評估的好壞 就是決定了後續我們行政作為的品質 如果我們是好的行政作為一定是基於很充足的 收集了各項的資訊來進行分析的 而且呢 對於這樣的風險行政 一定是要以科學證據為基礎 才是最重要的核心啦 好 請下一張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身為一個媽媽 身為一個太太 身為一個女性 怎麼會想到要了解這些事情呢 因為食品安全到底如何決策 是牽涉到倫理的問題 我們剛剛提了很多都是關於科學 科學已經告訴我們太多了 但是 請下一張 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在科技進步之下 越來越多人是以這樣子為基礎 作為食品安全的評估 那我想大陸這邊 他們的食品安全的問題是實有所為 更是可怕 地溝油問大家 如果地溝油我挖出來經過精煉 提煉沉澱然後再一次通過檢驗標準 那這樣的油我們要吃嗎 我們也可以問問看自己 所以以價值為基礎的食品安全評估 其實是要考慮這個風險 到底是我自願的還是被強迫的 是看得見的風險還是看不見的 還是很熟悉的 或者是說根本都不常見不合乎 平常人的想法的 那這樣的風險是否有公平分攤 還是風攤在少數人身上 是急性快速的 還是長期的慢性的 可以控制嗎 是自然造成的 還是人為技術造成的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部分 好請下一張 那我覺得我們身為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 我們是民主的過程 那就也請政府尊重身為我的老百姓 對於風險的感知的不同 譬如說以這次的輸入美豬的 這樣帶有蘭特波瓦的情形 它的風險我根本不曉得是誰會知道 所以是這個風險是離散的 並不是像烏角病 它就在某一個鄉鎮對不對 我們可以追本溯源 然後呢 我們是廢機消極披露這個風險的 而且明明有那麼多科學證據 而且我們也無法控制這個位置的風險 我們對這個風險的感知 真是很不好受的 而且整個過程就缺乏可以理解的機制和程序 然後已經有很多證據 而且對於敏感人群 婦女胎兒 青少年 然後老人家 心血管疾病 症状疾病的人都有風險的 然後呢 這個風險呢 不是馬上的 它是長期影響的 而且你一直在吃 不停的吃 然後這個風險的受害者也很難確認 如果我是吃某一個藥造成的病 我還可以找藥來救濟 那這個我吃了這個豬肉以後有狀況 到底是誰 我可以找誰來討 而且這樣的開放是帶來恐懼的 造成的健康的損失 根本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而且是缺乏工型的單位所發布的 至少我知道媒體先生 還是很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覺得 以價值為基礎的執念 肯定會必須要被包含在這整個溝通的過程 好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談到所謂道德風險 倫理風險 所謂的倫理 我也是藉由這個事件才慢慢的學習到 就是說 如果是符合公平正義的 符合公衆利益的 符合大家一般人所認知的 這個就是符合倫理 如果不公平 不正義 不透明 不誠實 不符合公衆利益 符合賞順利益的 這個就是有道德風險 這是有倫理風險的 那因為這個 我們自以營利為 或者蒙利為主的惡人和組織 都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引誘 所以我們必須要確保這個倫理的 這個決策是符合倫理的部分 好 那最後一章 那最後就是說 這個倫理風險在實定安全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在整個決策和執行中間 有關利益的主體 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個人 或者是一個公司 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政府裡頭一小撮人 他為了追求支撐利益的同時 而犧牲了大眾的利益 帶來負面的影響 那這樣的負面影響是會影響人跟人 我們人跟人會不信任 我們人跟社會會混亂 我們跟自然之間這是違反 自然 自然的主不會有吃這個藥的 然後這個人生的不確定性 本來是一個科學證據很明顯的科學證據 證明的確是有些疑慮請大家先慢點 但是卻因為利益主體在追求自身的利益 自己的相關發財 也許他會忽略了公眾的利益啊 所以如果沒有收到倫理的約束 那這些食品就會到了違反到社會 產生上述等等倫理的負面效應的影響 這也就是所謂的這個過程 是一個不民主的過程 我想這是為什麼我身為一個女性 我大可以躲在家裡 但是為什麼必須要站出來跟大家報告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切換可能因為少數人利益而開放 那就犧牲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啦 所以這就是我在這邊跟各位簡短報告的一部分 謝謝大家 那謝謝在座的藝人小姐先生 還有各研究室的一些助理 還有我們的新聞界的先進 那剛剛非常感謝那個黃雨昕博士 針對我們台灣本土的這一段研究 因為確定了萊克多巴胺對腎臟的細胞 不管是動物的部分 或是人體的部分 它存在著毒氣 那這個過去在國際上 因為這一篇是在2015的時候才發表 那萊克多巴胺的這個標準是在2012的時候就定定了 那定定的標準根據的是2004年的聯合國的專家會議 也就是說他們當時根據的科學證據是比較舊的資料 就是2004跟這個2015之間差了11年 11年之後我們台灣的這個研究曾出現 所以其實台灣我們如果根據WTO的規定 有一個SPS的規定 我們當然可以根據科學的證據 因為這是比較新的證據 CODES的標準是比較舊的標準 我們基於預防國民健康的原則 而且我們台灣在這個華人文化圈裡面 我們吃的豬肉都已經比這個西化的日本跟韓國 因為他們大量吃牛肉 那我們吃的是豬肉為主 而豬肉裡面殘留的成分 對我們台灣的民眾的影響 會比同樣是亞洲文化的這兩個國家 會來影響更大一點 那我這個部分再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它到底有哪些健康的一個危害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台大獸醫學院的名譽教授賴秀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 這是一篇自由時報的報導 他那個時候剛好就是CODES通過的時候 賴教授就說國際標準是什麼 這是美國用國家政治力通過的結果 因為CODES一下是以科學共識為原則 不會動用表決的 為什麼因為科學不能表決 你能夠表決月亮是圓的還是方的嗎 不行 因為這個科學家要有共識 我們也不能用科學去表決說 到底是地球繞著太陽轉 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 為什麼因為這是科學 那他就提到了科學來說 萊特多巴還是不安全的 特別對什麼孕婦兒童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而且他擔心以後不僅進口豬肉會很有 他欲言成真 因為是2012年的時候八年前 而且呢以後國內豬榮使用 政府恐怕也無法阻止 而全民就要暴露在風險當中 這個就是剛剛王國師為什麼特別講 市民風險的決策 他是牽涉到人裡的 因為往往政治人物會因為一些短期的利益 做出一些決定 當他不是只有民主的程序來做 那這一次萊特多巴安的開放 完全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辦法來補救 我們再來看下一章 我們談的都是科學 那麼彰化基督教醫院是一個醫學中心 小兒腎臟科的主任前建文醫師 他提到人類腎臟細胞接觸到來 各個都會產生獨性 我們也是因為前主任的這一篇 我們才去找到剛剛2012的這篇論 他會增加體內的氧化活力壓力 然後日本也發現魚類接觸到來 會有生殖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連下一代的生殖系統 甚至他的性傾向的發育 說不定都會受到影響 而且更嚴重的是 對於氣喘兒童 如果長期接觸的話 他可能對於乙型受體素就變得不敏感 所以在急性化做的時候 急救的藥物有可能失去作用 這對小孩子的影響是很大 台灣已經是少子化的社會 其實我們不應該讓小孩子承受這樣的風險 再下一張 那衛福部這個不叫做健康風險名顧 其實我們的司令安全衛生管理法 講得很清楚 健康風險名顧必須包括四個部分 但是衛福部的只有前三部分 為什麼沒有第四部分呢 因為第四部分一公布下去就不能開放 還有現在一種說法就是說 這個是國際標準啊 但是美國人都在吃了你怕什麼 但是美國的消費者他是反對的 我們接下來看 這是美國的消費者聯盟 是全美的一個消費者聯盟 就像我們國家的消息會一樣 他在2012年12月4號 這個是CORDES通過 CORDES是2012年的7月 12月的時候 這個消費者聯盟還是寫信給FPA 那要求什麼 這個FPA 要求什麼 把萊特多巴胺從豬肉裡面移除掉 其實意思是要把萊特多巴胺 撤除他的使用時代 再請看一下 他是用非常強烈的資源 最後他講 我們強烈的要求FPA 要把萊特多巴胺從市場推出去 他除了異數 就是要把他提出市場之外 這是美國的消費者聯盟非常強烈的要求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在物名化萊特多巴胺 因為美國的消費者 他們有結合非常多的科學家 他們知道萊特多巴胺放在豬肉裡面 對人體的健康是有影響 對豬的健康 那個是連美國的業務都承認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FPA的 美國消費者聯盟寫給FPA的信 這是在入一部分 他寫得非常清楚 因為美國的標準是用橫河口去做標準 雖然做了六個人的試驗 但是那六個人的試驗 並沒有成為美國標準的基礎 所以美國的標準是用橫河口的標準做出來的 所以消費者聯盟他就質疑 為什麼你不用人體的標準 而是用比較高的猴子的標準 因為猴子這個是一個比較低等的猴類 所以他對萊特多巴胺的耐受性是比較高 那如果狗的話 那耐受性就比人更低 還有他提到 美國的心臟病患者大概有15% 還有兒童 他可能有特定的Beta受體這些 都沒有充分得到討論 所以消費者聯盟認為萊特多巴胺是不安全 這是美國人民的看法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再來看看科學技的研究 好 那這一篇呢 是美國的學者做的研究 資料是什麼呢 資料其實是賣萊特多巴胺的藥廠 協助提供的部分的資料 好 那結論就是 萊特多巴胺會造成牛吃的死亡率增加90% 就是看這裡的結論 紅色的是有吃萊特多巴胺的 黑色的是一般的牛吃的正常的死亡率 大家肉眼就可以看 差了就是一倍 好 下一張 那2010年的時候 也就是十年前 美國的農業部 有沒有 他的單位在這裡 他跟普渡大學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已經發現 這當然是豬農先發現的 他發現說 奇怪 吃了萊特多巴胺之後 豬好像變得比較兇 比較會咬來咬去 甚至會造成工作人員受傷 那這個只是一個一般的觀察 所以他們就做了科學 也就證實了 未萊特多巴胺 豬的攻擊性是會增加的 請看下一張 那他們就進一步去看說 為什麼這個豬吃了萊特多巴胺 會變得比較兇 因為豬的大腦的神經傳統 會只能濃度變改 變了 他的多巴胺增加 那多巴胺其實就是跟我們人類的 失覺失調症的 叫做活性症狀 就是一些妄想幻覺的症狀 目前科學界 醫學界認為 就是多巴胺增加度太高 就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還有他的血精素的濃度會下降 血精素濃度下降 在人體會產生什麼症狀 就是焦慮 憂鬱 那變得比較容易生氣 也比較容易爆炸 好 下一張 不僅是改變腦部的神經傳統物質的濃度 連基因的表現都受到影響 多巴胺的受體基因受到表現 下一張來看 血精素的腦部 對不對這個字 腦部血精素的受體基因的表現受影響 所以萊克多巴胺對身體的影響 他非常深入 他是影響到基因的功能 請看下一代 那接下來我們還要呼籲一下 就是對下一代的問題 現在我們是雜質化 那孩子的健全非常重要 那孩子的健全裡面 我們又特別關心他的心理 行為 精神跟緊緒的健全 九月初的時候 有一位台大的婦產科的教授 他提到說 他們怕什麼 這個安胎藥跟瘦肉精就是同一類的 根本就一模一樣 你剛才吃安胎藥 你想讓你剛才吃瘦肉精 而且吃了好像還會瘦喔 喔 有沒有沒有副作用的瘦肉精啊 很抱歉 目前科學界 醫藥界還沒有發現這種藥物 過去曾經發現過一個叫做肉媒體 吃了之後呢 因為他在八年內死掉17個人 所以下肆了 他是FDA通過的藥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那萊克多巴胺這個疑率還是很高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這是美國的小兒科醫學會 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 刊登了一篇文章 這個是用丹麥的國家統計去做的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就是婦女 這是人類的研究 這不是動物的研究 婦女在懷孕的期間之內 如果用像瘦肉精這一類的 所謂的Beta受理素的話 他跟出生之後的小朋友 未來診斷成自閉症的風險 兩者之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這個關聯 到底是在什麼樣程度的關聯 當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在座如果新聞界發表出去之後 請加註一下情侶 就是有氣喘或者安安需要的孕婦 你也不要自行停調 還是要跟我們的醫師討論一下 但是自閉症的這個風險 的確在美國已經引發了訴訟 我們再來看 這是在美國的FDA 這個是在2011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Codex 通過的前一年 FDA就發警告信給所有的藥廠 說有一種安安安藥 現在不能再用 是哪一種 就是我們再看一下 克布塔利 這也是一種瘦肉精 以前他可以做往些的安安安使用 但是要非常小心 他乾脆把它刪掉了 意思就是叫我們不要用 而且懷孕的等級 他從B級降到C級 B級的意思就是說 他雖然不安全 但是動物實驗還沒有發現 導致胚胎畸形的作用 那C是什麼 C就是動物的實驗已經發現 對動物的胚胎會產生畸形的作用 哪一種畸形 我們看下一張 FDA講的就是說 在大老鼠的實驗裡面 因為不可以用人做實驗 那大老鼠的實驗 用高的積量去看他沒有毒性 發現他會什麼 他會有行為的變異 腦部的發展變異 第一個 細胞的分換 以及他的增生都會受到影響 對不對 我們現在補胎 加很多的什麼液酸啊 BHA啊 等等 為什麼 要讓我們孩子的 老細胞發育良好 可是這樣 這個東西可能會影響 所以FDA要求這個東西 要加注在情緣裡面 可是這是2011年之後才要求的 但是之前的問題已經引發了訴訟 我們來看 好 他這一天研究是更長 應該 我沒有集中應該是2004的樣子是不是 好 那這個是 美國的公共衛生學院 跟他的一些政府資助的一個研究 最後的結論是這些 科夫塔尼這是一種瘦肉精 等於是萊克多巴胺的堂哥的醫師 他是一種發展性的神經毒劑 好 那對小腦海馬魂 跟體感疲乘的神經蛋白形態 他都會導致影響 所以在他的關鍵期 什麼叫關鍵期 就是懷孕 他有可能腦神經在發育的時候 他會引起生化上的改變 還有呢 最可怕的是什麼 結構會產生改變 好 這就是跟資金症相關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那現在最流行的說法 的一種辯護 對萊克多巴胺辯護 就是說 美國人都敢吃 1999年 美國萊克多巴胺就是合法 豬肉裡面都有 美國人吃 21年都會出事 臨臺灣人就比較沒問題 你很怕 對嗎 美國人不怕你當然你怕什麼 美國人跟不怕 來看看 美國人從地上前 當然剛剛議員講的這樣 美國人吃豬 本來吃的比較少 但是2000年開始 美國也開始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的小孩子 出狀況的很多 美國青少年常常會有一些 很殘忍的行為 我們這裡就不要講 因為他們有槍枝的關係 那2000年他們開始做了一些研究 他們就是 從1992年出生的 8歲的時候 就給他做一個診斷 當時 2000年8歲的孩子 診斷出自閉症的 1000個孩子裡面有幾個 6.7 相當於150個孩子裡面 可以診斷出一個自閉症的兒童 這個研究做到2016年 就是比2008年出生的 在2016年的時候 他是8歲 做出來是幾個人 1000個已經來到 加近19 18.5了 就變成54個裡面 就有一個直閉症 這樣差幾歲 假兩歲 八三歲 這樣可不可怕 多久 2000年到2016年而已 變為三倍 這個如果是買股票 這個也是很好的股票 可是問題差不是股票 他是孩子得病的股票 我們再看下一張 用這個成長率就看得出來 這個如果是公司的業績 或是股價 當然我們有高興 可惜不是 這是美國的8歲孩子 他在自閉症診斷的確診率 那這個會形成很大的負擔 因為自閉症 基本上是一個終身的疾病 他是一個腦神經發展的障礙 那輕重的程度當然差很多 有些輕症的孩子 他也有可能表現得很好的 但是有一些中重度的孩子 那家長就非常辛苦 所以美國人不是吃了沒有事 只是他們沒有做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但是他們發表的論文其實非常多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呢 在美國事實上 他在2014年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訴訟了 那這個是在2018年的一個報導 在加州的最高法院 這個藥派的集體訴訟 已經獲得了一個初步的勝利 就是法院遵取他們去報 原生產開發商的諾華藥廠 就是科布他的這個藥 那訴訟的原因到底是誰 就是一對自閉症雙胞胎的家長 就是他的父母親去告 那我們知道這個訴訟要花很多錢了 時間也很長 那這個最後的結果還沒有出來 那我們何不等到這個訴訟的結果出來 再來看看到底對孩子有沒有影響 因為到時候可能有經理索賠的問題 何必拿台灣人的時候 我們剛實驗用的擺刀處 好 再看下一張 而且 這個看起來很魂青對不對 某某人會進入你我的心中跟腦海 但是這個不是魂青啦 第一個 藍克多灣會跑到我們吃的人的心臟 也會跑到我們的腦部 他會貫穿那個我們所謂的血腦障壁 會跑到腦細胞裡面會產生影響 下一張 那這個是最後一張 那 那 藍克多班是一個叫做TAAR1 那我相信台灣有非常多的專家 可能對這個TAAR1還不熟 那我也是為了了解藍克多班 到底跟我們精神科有沒有關係 因為每次反對的人都罵說 啊 你是精神科 你是八三 好像只有獨物科的人常常談藍克多班 那精神科的人為什麼甘心萊克多班 因為萊克多班本身就會影響到我們的交感神經 那交感神經就是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失調我們就很深刻在看 所以我是軍科的 我不是來亂路來操 那萊克多班他已經被發現 他是一個TAAR1的觸動性 那TAAR1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不要再說 那我講的 我們用公文書的人沒有人窮 對不對 這是用英文書 我後來講的他愛神 這個是為了讓大家各種方便 把他打評中 他跟什麼有關 失覺失調症就是精神科略症 躁鬱症 有沒有 成癮疾患糖尿病 底下比較常沒看到的是肥胖 他跟肥胖也有關聯 美國人肥胖是多國 多 對不對 那哪個都國外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沒有研究 對不對 所以沒有研究的東西 我們不能說他就無關 對不對 安全 是要經過研究認證之後 才可以確認的 好 我們再看 還有兩張 來看一下 那萊克多班 跟一個叫搖頭碗 跟DNA 對嗎 那小孩先幫忙 讓他堵到DNA 沒有辦法 他才會判斷 好 那動物實驗做出來的研究 哪一個都班 去觸動這個DNA 所以台灣是搖頭碗的幾倍 也很多啦 兩百個就不會 人家說兩百個就不會 那兩百個就不會 就算只是臨別武力 要很小心 為什麼 就表示他跟他也許有類似的作用 這類似作用是好事換 不小的 但是我不要拿我小的當十月 美國人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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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四天 所以我不要就換對 但是我也不要這樣 路人道 所以美國人 社會教人也換對 我們台灣人不怕 美國人也不怕 所以我們應該要來換對 最後一張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就最後一張 所以萊克多班 必須要去研究的是什麼 這個神經發育毒性 神經發育毒性 對我們的孕婦 幼兒 兒童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人類為什麼是萬物之靈 我們就是靈展 就是因為我們大馬醉了 我們什麼都輸人家 就只有大馬離人家 所以我們沒有萬物之靈 所以如果大馬的發育 受到很小 那就是輸在青袍裡 可能是一輩子的問題 那石藥廚有沒有 對萊克多班的神經發育毒性 做過風險評估 沒有 怎麼可以 沒有做過風險評估 我們就要拿到我們的小孩做信仰 這就是我的特點 就像剛剛王博士提到的 這個是不合倫理道德的 我們絕對不能讓這種 不符合公共決策倫理道德的政策 讓它在台灣發生 因為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是一個有道德 有倫理的文化 我們所有的只要牽涉到公共的事物 都必須遵守決策的倫理 在座我們都有我們的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都知道是那個民意 但我們都有認識 對不對 我們不能說為了我們這一代方便 我們就做了一個決定 把地球給玩完 那下一代怎麼辦 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一代很吃苦 是為了讓下一代的人更好 不可以反過來 為了我們這一代人享福 把下一代的人的幸福 健康權益出賣掉 那就是沒有道德 沒有合倫理 所以今天我想我們從科學證據 從風險決策 食品安全的倫理 來跟我們市議會的全體的議員 女士先生還有各位親戚們報告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官一打開 那就是我們下一代健康的三百官 你三百官叛規 有沒有 就往國了 政府就往國了 為什麼 往其國必先 往其中 台灣人的健康權益 沒辦法幫你學生 現在說要怎麼樣打 對不對 你不敢增兵制或募兵制 你就募不到好兵 為什麼 這樣看起來 對不對 這個我真的是很深刻 好 那我這個報告完 我就接那個議員來主持 下面那個提問的時間 謝謝 好 所有今天到場 包括民意代表的主任還有邱議員 還有各位關心的視頻朋友 我想基本上我們很多的態度就是希望高雄市是零檢出 就是說一定要強烈來要求 那我們的邱議員議員也很認真 他已經草禮了一個議案 我想我們都會連署 那邱議員本身也在這個 是不是他有問題要問我們請他來問一下 好 老師 好 我的問題是 因為說實在 我們現在是用地方自治法 然後是希望可以擋住萊豬進入告示 可是因為目前萊豬的態度是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想了解說 萬一真的我們沒有辦法防守的時候 在食品安全的標誌上面 因為我有去查到關於美國的文獻 似乎是不是美國有些豬汁 那在就是豬肉在販售的時候 會特別針對來是否還有來克多巴胺去做個標示 這邊我想要請問老師專業的意見 當然最好的是我們希望都不要進來 可是萬一的時候 我們人民有選擇吃的權利 在標示上面其實老師有什麼建議 還有說你們的經驗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遵取這樣 好 我來請問一下 標示這個問題的風險非常高 在哪裡 因為美國的消費者 他本來就非常反對來克多巴胺 跟我們都一樣 所以後來他們退而求其次說 那你這個豬肉能不能標示 好 那這個賣豬肉的這個肉商也希望能夠說 我這個沒有萊克多巴胺 你可不可以稍微賣貴一點 因為萊克多巴胺就是要賣比較便宜 那成本比較低嘛 他不是為了豬好也不是為了人好 他是為了這個利潤 但是呢一開始要求去標示的時候 立刻這個廠商立刻被告 他警告說你不可以貼沒有萊克多巴胺 那我覺得很奇怪 美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為什麼貼一個沒有萊克多巴胺不行 因為美國有一個叫毀謗食物 對 之前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這個 脫口秀的主持人家叫歐普拉 對 他曾經講一些狂牛症的問題就被告了 所以後來他就不談這個問題了 因為這時候在金主流 但是 所以他這個標示一開始是被告到法庭 那法庭的確是禁止廠商標示 因為這樣就很歧視 是萊克多巴胺 對 很歧視萊克多巴胺 因為你敢說沒有萊克多巴胺 意思是說萊克多巴胺是不動人 還是不好 那你就要去證明萊克多巴胺有毒或不好 所以就反過來 所以我這裡為什麼 希望不厭其反的 當然就呼籲中央政府 一開始把它阻斷掉 因為你不阻斷掉 第一個 你的標示你絕對沒辦法強制 所以衛福部的陳時中部長 他在我們國會接受質詢的時候 他就是不敢承諾強制標示 為什麼 你馬上會違反WTO的規定 這個叫做非關稅貿易幣 那本來我們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第一個 你說你萊克多巴胺有安全 對不對 台灣剛好在做萊克多巴胺的藥商 沒有 對不對 對啊 你藥商要證明 你不會標示 是不是要證明你的標示是安全的 這樣比較合理 你會強迫我吃 然後我會聲明說你 除非證明這個藥是有危險的 你才可以不吃 剛好在得力 醫生我是當醫生的嘛 那各位如果是我的病患 我給你開藥 那請問是醫生要告訴病人 這個藥有副作用 然後解釋 然後病人願意吃才吃 還是反過來 說醫生我給你開這個藥 病人如果沒有辦法證明 醫生的藥有副作用 他就必須要吃下去 第二種情形不太可能發生吧 可是現在來客多巴胺的豬 我們消費者面對到的就是這個問題 好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正本清源 第一個 政府就做一個完整的 前三步驟都做了 剛剛差不多 我們剛才做的 之後來客多巴胺的別人 就是叫做風險特徵的描述 過癮已經吃給你看了 十個BBB吃了 我們說會結束了 會帶命 會扁掉 腳軟腳軟腳 過癮還是一樣 這個來客多巴胺 我們還可以吃嗎 不行 但是美國人可以做實驗 沒有 然後我們叫美國的志願軍 叫他徵兆一百個 一千個 他們會做 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違反實驗倫理 這像希特勒可以做這種實驗 這真的不行 但是台灣幫他解決問題的 為什麼 我們用人體體外培養的細胞 這個不算真正的人 但是是人的細胞 我們台灣人也證明說 這就不夠了 我們台灣人既然證明有多 拿2015這一篇文章到WTO 美國這段不敢給我們 而且美國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機會來客多巴胺 告過任何一個國家 沒有 2012我就已經在立法院說了 美國人不敢靠 那靠他就倒 因為告了之後 大家就把證據拿出來 美國那麼出證據嗎 拿不出來 其他的證據呢 包括今天拿出來的一堆 只會變得越多 那因為我們已經做了2025的這個研究 而且我們還用10個PPP 所以台灣人絕對是不會輸的 不會輸還要留 我就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 大家都跟我們賭博過吧 對不對 這個牌就穩定了 就差不多TD了 對不對 還沒有贏 不可能吧 那一天2025那個TD了 對不對 管它是黃花樹 那也是壓下去 對 所以強制標示的問題 我要跟各位議員先生小姐報告的 這一點就是在這裡 到最後你就變成只能自願標示 那自願標示之後 又遇到一個問題 那你怎麼機場 對 那機場你怎麼證明它是或不是 這個結果會耗用我們台灣非常多的行政支援 而且接下來的1月 全世界一定是在新冠病毒的風暴底下 我們所有的衛生人力都要拿去做環境的 你這個時候在那邊去查標示 一來也危險 二來人力根本就不夠 對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說 還是希望能請中央政府暫暖開放 因為萊克多巴胺 美國人的依賴比我們台灣的侵人 不能合格 那你開放了 它是讓美國人也賺不了多少錢 而且就是說美國自己也知道 這個萊克多巴胺 在美國國內就擔心 它從八成的市占率降到兩成 為什麼 因為國內消費者也反對 國外的市場它又進不去 歐盟它也進不去 俄羅斯中國也進不去 中國是目前美國豬肉最大的一個出口市場 那真的真的沒辦法 中央就硬要開放 我們要用高雄市自己的自治條例來主導的時候 就像剛剛議員所講的 我們可能要標示的時候 這個時候當然是不得已的情況底下 但是可能中央又會說 它我們強制不行 它不標 罰錢 因為中央不罰錢 我們罰錢 所以中央也會把你撤銷掉 這個是我們目前 以地方自治條例 要來保障我們高雄市民的食品安全衛生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觀察就是中央政府的態度 因為它有權力反應你的自治條例全部都宣告無效 因為它有核准權 所以我們為什麼想要再跟大家講更多科學證據的事情 因為只要有科學證據 其實我們高雄市採取的任何的管制措施都是有理由的 那中央政府它會說 你們這個是違反中央法令 那我們可能必須要請中央立法院這邊 在目前審查行政命令的時候 一定要先確定它的健康風險評估本身違反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四個步驟它只走三個步驟 它程序沒有完成 程序沒有完成 他就開放 本身就是違反 因為程序一旦完成 他就開放不了 因為時空背景雖然改變 但是科學的結論沒有改變 對不對 南克多花就是不安全 這個部分沒有任何的科學證據證明 南克多花是安全的 但是動物模型 人體細胞的試驗再在證明 而且還是台灣朋友組的研究 你要去質疑也可以 所以就是找另外一個團隊 用同樣的方法再做一次 可以的 這個做出來的實驗 再發表出來可能也兩三年後了 所以它就等那個時候再來說 要不要再放 至少我們就又讓台灣多安全個兩三年 這個是最根本的方法 我一定會做這樣的報告 各位議員的助理主任有沒有意見 還有我們議員如馨先生做一個報告 當然我剛剛可能給各位的訊息稍微比較悲觀一點 就是說我們即使自治條例定了之後 中央還是可能會國會 但是我還是會很拜託跟期待 我們市議會能夠通過這樣的自治條例 為什麼 就是最好全台灣的各縣市都把他的自治條例通過 中央政府如果真的一個一個都要去國會 那這樣在責任政治上面 責任也很清楚 我們議會站在守護國民健康 食品安全這一邊 那中央政府要拿食品安全 要拿國民健康去交換什麼東西 我們不曉得 但是至少在歷史上會記名得很清楚 而且就是說 至少讓民眾透過這樣的過程裡面 他們瞭解各國官真的是對下一代有影響 對我們的健康也有影響 至少減少一點他的這個銷售的程度 雖然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的阻絕 但是至少盡量降低 對於讓你健康的靠房眾 好 那謝謝主醫師 我是還有各位還有議員 還有服務處組 還有各位熱心的民眾 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我想我們 剛剛全員提到我們明天 提到我們黨團來討論 我想這個關心安全的問題 這未來世代 吃這個也感到那麼多的證明 那我想醫師是專業的 那提供我們專業的意見 我們會來努力好好的來使監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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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賭吃人的到 謝謝 謝謝